Hello 大家好 我是豆豆愛抹茶 今天很開心來到大梅沙站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大梅沙最近開了一個新的地鐵站 如果你來這邊玩 以後就可以坐地鐵來這邊 以前的話 就是要坐公交車 或者自己開車 多少都有點不方便 現在這邊是地鐵直達 而且這個地鐵站 都很大很漂亮 相信以後來這邊玩 都會方便很多 我們現在就到處去看看這個地鐵站 如果要去海邊的話 就要從A或者B出口出的 這裏還有水買的 沒有帶水其實也不用怕 買完水之後就準備出發了 Let's go 這次我去了Olet那裏的Pizza Hut吃東西 這間Pizza Hut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在這裏吃東西人會比較少 坐也會比較舒服 那我們就不要說太多了 現在先在這裏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 就到處逛逛 這個Olet其實也挺漂亮的 有很多打卡位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麼漂亮的風景 平時沒什麼做的時候 我都喜歡來這邊逛逛的 每次在這裏逛逛的時候 人都會舒服很多的 可以看到其實這裏的風景 就很漂亮 很舒適寧靜 而且天氣今天都很好 很多人都在這裏 可能都是坐在湖邊那裏 享受一下周圍的環境 拍一下照片 就是這樣 那這裏呢 就很大的 走一走一走 就會發掘到一些新的東西 例如這裏 開了一間很漂亮的Coffee Shop 那裏面還有可以看書的 那如果你進去吃東西 那就可以過一個早上一早 那這裏呢 就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如果你想來這邊玩呢 最好就讀一間酒店 Stay overnight 這邊的沙灘呢 下午就很多人的 如果你下午才從香港那邊來到呢 那你就會見到 人山人海的大梅沙啦 那就沒辦法真正享受這邊的寧靜和舒服 現在呢 我都是周圍逛逛 等著時間呢 去酒店那裏確認的 那這裏呢 那這次訂的呢 就是大梅沙希爾董寬坪酒店 這間酒店呢 是屬於經濟型酒店 雖然是這樣的 我覺得她的環境 和裝修都非常新式 其實呢 可以說是密超所值的 可以看到她的餐廳的裝修 好漂亮 好有活力 讓人家覺得看上去好舒服 好滿意啊 好有活力 去到房間看就發現這房間是升級了 比普通的海景房更大 這房間比較大 可以容納到一張工作桌子 現在國內的酒店都很智能 要自己研究一下設施是怎樣用 這間酒店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大露台 因為升級了 所以它這個露台很清楚 可以看到大梅沙海濱的風景 很感謝這間酒店幫我升級了房間 我這間房的房號是325 大家如果來的話 可以選擇這一排的房間 全部都是對著海景的 其實是很划算的 因為來到這裡 可以在房間看到海 其實是比其他看著城市景觀的 好很多 這間酒店的工作人員都很好 讓我參觀其他的房營 可以看到其他的房營 其實面積比較小 這樣對著電視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設施 走出去同樣看回我剛才的景觀 這間酒店就有免費的早餐 以這個價錢來說 還提供一個免費的早餐 我覺得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而他的早餐的種類 也都是應有盡有的 譬如有一些醬汁 餐前小食 水果的種類也很多 還有一些西式的麵包 薯條、牛角包、蛋糕 這些我們經常吃的東西 都會包括在裡面 也都可以自己看著 這些麵包去吃的 不過我自己就認為 其實他最好吃的 都是這些麵食 因為這些麵食 比較容易煮 還有這些熱食 都是不錯的 但是整體的質素來說 就是沒有辦法 跟五星級酒店的早餐相比 你抱著一個 不要太高期望 只是吃飽一個早餐的心態 去吃他這一餐 應該可以的 內地這邊都是比較早起床的 這樣如果你是7點多鐘 8點鐘這些時間 人就會比較少 一過了這個時間 就會有很多人 大家要留意一下這一點 一早上吃完早餐 當然就是出去看看風景 在外面看 酒店真的很漂亮 而它有一大賣點 就是一走出酒店 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走去海灘 從海灘看回酒店 真的完美的感覺 現在這個沒有人的大梅沙 只是在這個早上的時間 才可以看到的 如果稍微遲一點 已經看不到這個景象 現在已經很漂亮 今天已經看不到它 已經很漂亮 之前在大梅沙 還有這個沙雕節 哇,真的令人覺得好美啊,這些沙鵛 可以慢慢地周圍欣賞一下這個沙鵛啦 還有周圍的一些酒店啦 還有沙灘的景觀啦 今天就好大風啊,不宜久留在室外太久啊 我想我看一會,還是要回到酒店裡面啦 今趟的旅程就快月結啦 大梅沙絕對是一個深圳本地市民 非常之熱愛的一個旅遊景點來的 在行程的過程中也都見到不少的香港人 相信已經有不少人都好知道如何在這裡玩 而且也很喜歡這個沙灘的 之後呢,我相信小梅沙那邊也會開設一些新的酒店啦 還有一些玩樂的設施的 有機會再會去那邊拍給大家看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拜拜!